哈囉大家好我是千玉 大家都有去領五倍券了嗎 我前幾天已經拿到了 然後我就看到星玉文創 他有出咒術迴戰符帶 原本買這個符帶是一千五百元 但是因為現在有振興券的優惠 所以如果你用振興券購買這個符帶的話 就只要用一張一千塊就可以了 所以我今天就非常興奮的 去星玉文創 把咒術迴戰符帶買回來 因為我覺得裡面的東西還蠻划算 而且他可以選角色 所以我就選了五條老師的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開箱 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這個就是星玉文創出的 咒術迴戰符帶 然後我就是選五條老師款的 我們就一樣一樣來看吧 首先 登登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 小娃娃 很可愛 然後它上面還有這個 價錢 是四百塊 這將 它就是這樣 它的眼罩是不能掀的 然後穿的是高專的制服 很可愛耶 這樣會不會不能播 它看起來就是很開心的感覺 我也喜歡這個 然後觸感很好 都是有這種吊牌跟雷射標籤的 是正版保證的唷 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看第二樣 好大喔 這是大隻的趴趴娃娃耶 好可愛喔 它一樣也有價錢耶 一樣是四百塊 它這個的話就是跟我之前開箱的 那個油漆上的 其實是同樣一個造型 就是一樣是這樣子趴著的 但它就是身上穿的是高專的制服 不是油漆服 材質也有一點點不一樣 更毛絨感一點的感覺 表情感覺跟剛剛那一個是一樣的 就是娃娃控一次滿足的概念 第三樣 這個是我很想要的 是這個 咒術迴戰的大頭零錢包 它是有眼睛的 你看 登登 它是有眼睛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很讚 是不是很帥 就是很讚啊 我就是喜歡它這種 可以把眼睛露出來的 做得不馬虎的喔 雖然說它上面還是有一層眼罩 但是它的整個眼睛都是有做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的 然後它就是零錢包 因為它畢竟還是娃娃這種的 所以它的容量沒有到很大 但是放一些零錢啊 小口紅啊那些的 是還可以的 接下來呢 它裡面還有給這個 零卡 跟這個 米果 就是我之前有開箱過的 然後後面會有一張貼紙 這兩個呢 因為我今天自己另外還有買一些 其他的小食碗 所以這些我們等一下一起開 那你們以為福袋就結束了嗎 沒有 它裡面有一個重頭戲 然後也是我覺得 真的很划算的原因 就是 登 它有公仔 而且這一隻我覺得 長得還蠻好看的 福袋裡面會隨機給一個公仔 所以我就碰碰運氣買 然後就中了這個 我沒有的 它現在拿起來的重量是非常重的 就是跟我之前買過的幾個公仔比起來 這隻重量特別重 所以我很好奇 它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就趕快來把它拆開吧 很期待 它好大喔 五條老師 怎麼變成兩半 它感覺比我之前另外一隻大耶 這是它的上半身 有沒有看到 它上半身已經很大了耶 它整個頭是很大的 而且它的腿超長的 一二 哇 好喜歡喔 這隻很帥 這隻公仔它給人一種 比較粗獷 霸氣一點的風格 不是它平常的那種 好像美男子的那種感覺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皮膚啊 是稍微 比較有黑一點 這隻我覺得做工很好耶 然後它的褲子啊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吧 就是 是有一點點這種 漸層的感覺 我覺得身材 上面做的還蠻好 那它就是有一個超大的底座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底座呢 上面是 什麼都沒有 非常的乾淨 沒有任何的圖案什麼的 就是 一片黑色的底座 一般眼罩款都不會太差 所以品質其實還不錯 我真的就是為了這一隻 所以買了這個褲帶 太開心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開箱 剛剛褲帶裡面剩下的 這兩個十丸 還有我另外在地下街的店 買的一些小的盲抽 十丸的話呢就是剛才褲帶裡面的 微畫餅還有這個米果的貼紙 我還在地下街發現了這個 最新出的這個巧克力球 然後它後面呢會送一張那個 3D變化卡 先開餅卡好了 給你們看 1 2 3 中了 雖然不是這一張SUPER RARE 但是它是RARE 就是 它是 西歐款的五條老師 哇 真的是五條老師福袋欸 就是五條老師福袋 然後抽出來是五條老師的卡 哇好開心喔 這是我餅卡 第一次抽中五條老師欸 我每次買餅卡 都想要抽到五條老師的卡 但我永遠都沒有抽到 啊好開心喔 這是第一彈的餅卡 很帥欸 有沒有這個卡片很好看欸 我終於抽到一張五條老師的卡了 嗯 米果我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所以就 不多再介紹了 大家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 我們直接 就來看 後面的貼紙是誰 1 2 3 可以耶 全部人的 看得到嗎 所有人集合的款式 我上一次是抽到 京都校的所有人的款式 然後這次就抽到 東京校的 我覺得這個福袋可以買喔 運氣還不錯喔 3D立體卡 它的款式有 這麼多 我直接放圖片給大家看好了 就是它 有非常多款 然後它是按照 每一集的 動畫的極速去分款式 開囉 1 2 3 啊啦 是那個 啊 No 嗯 嗯 不喜歡 這個是 第 11集的 它剛好三個變化 都是我不喜歡的角色 是順平 然後下游 跟真人 這樣子看有一點點不清楚 但是它就是順平 然後下游 跟真人 三個角色我都不喜歡 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們接著來看這個 徽章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徽章嗎 這個是日本的作術徽章展 那這個就是前期展覽上面限定的徽章 我在地下街看到有一間店在買 所以我就抽了兩個試試看 看可不可以抽到五條老師的 那款式圖放在這邊 那款式圖放在這邊 我買的是這個 六人的老師版 1 2 3 喔 割機的 嗯 割機的 好吧 霧面的 材質 還滿好看的 因為它是這個花劍系列的 所以它的背景都是這種櫻花的圖案 剩第二個了 不知道能不能抽到老師的 1 2 3 1 2 3 啊 娜娜蜜 嗯嗯嗯嗯 沒抽到老師的 但是娜娜蜜的也很帥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嚴肅的臉 主要是它這個徽章比我想的大顆 所以我還滿喜歡的 非常的遺憾 沒有抽到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看幾顆扭蛋吧 有兩顆是媽媽之前扭給我的 然後這個是我昨天扭的 它是這個壓克力吊式的 媽媽非常好的運氣就 扭到了五條老師跟虎杖的款式 這個很好看 我超喜歡的 因為我這個系列就只想要 五條老師跟虎杖的這個 然後它就扭到了 超讚 而且它是很厚的那種 壓克力吊式 所以我覺得還滿好的 派對嗎 感覺像派對的這個力排 媽媽依然運氣很好的 扭到了胡杖 我覺得這個 胡杖超可愛 這樣子 我把它組起來 哇好可愛喔 這樣子 讓它可以這樣子 隨便的 調角度有沒有 就是 可以讓它這樣左右啊 搖啊 這樣子 拉我起來系列力排嗎 好像叫這個名字 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扭到的是 惠惠的 還滿可愛的 直接拆開 還滿大一個的我覺得 然後 很可愛 就是那個 圖案 我今天的開箱影片 我覺得那個五條老師的附帶真的還滿值得大家去補 購入的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最後別忘了訂閱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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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